各位攝影師妹你們好呀,我們又開始今晚的熱經討論會, 我們是多謝大家的參與,我們投入,雖然有時候我們可能對於經文, 或者對於不同的看法,在基督教裡面的看法,我們可能有不同, 不過呢,希望我們都傳一個開放的心,我們尋求神, 在聖經裡面的啟示,這個是最重要的,不是說我信開是怎樣的, 所以我一定是跟從那樣東西,而是我們去尋求神, 神在聖經裡面的啟示,OK,那我們這次繼續在第三課, 講到怎樣建立人的靈命,因為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怎樣去幫助人的靈命,而我們講到這個重點呢, 就是師從建立人的靈命的能力,就是我們怎樣有能力去建立人的靈命, 而第一個能力就是從聖經的話語,以及應許那裡得著能力, 因為聖經的話語是有很多的應許的,是我們可以得著能力的, 那麽呢,這次我們的經文呢,就是我太后書三章十六節, 有誰願意讀啊?大家看不看到那個經文在哪裏? 我讀啊!OK,好! 提後三章十六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而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藥的善事。 OK,好,非常好,這要講到呢,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了, 這個默示的意思呢,我們不要從中文以為是默書那樣解釋, 不是默書,是inspired,是神所啟示的, 神用他的靈,感動人去寫出來的,聖經是神所啟示的, 那所以我們,爲什麽我們聖經有權威性呢? 就是因爲聖經是神所啟示的, 那這個亦都是我們的權並和能力, 即基督徒爲什麽有權並呢?爲什麽? 我有信心去侍奉呢?我有信心去人的生命會改變呢? 因爲呢,我肯定知道聖經是神的說話, 有不同的證據證明聖經是神的說話, 而聖經答應了很多東西去祝福我們的, 聖經是答應怎樣我們可以有力量啊,有盼望啊, 每一樣東西都是正面的,神是,聖經裏面的神是非常之正面的, 不是負面的,是永遠都給我們盼望的, 給我們有希望怎樣能夠改善, 而當我們一走神的路呢,神就會幫助我們的, 那這一點,聖經都是神所默示, 是需要我們很肯定的,就是我們很肯定知道, 聖經真的是神的說話, 那我在這裏我也很簡單地講一講, 我們怎麽知道聖經是神的說話呢? 那我自己是用了很多時間去研究的, 那我就有文件,我寫了幾點, 第一就是,這個世界的萬物, 證明有一個神創造的,不是進化出來的, 那如果不是進化,我怎麽知道是神創造呢? 因為有很多的設計是非常之精巧的, 是譬如眼睛,那我曾經講過,就是眼睛裡面是透明的, 還有它又會給營養,給眼睛不同的部分, 它不是用血的,現在如果用血就會透明了, 我們眼睛看不到東西的,它是完全透明的, 而它有不同的部分,有一個鏡頭,就是一個晶片, 這樣能夠focus得很近的,它又能夠控制, 可以對焦得很近或者遠的, 還有紅膜,這個前面那裏可以調多少光, 多少,就是多光還是小光,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那而這些,譬如人家說進化, 那就是每一樣東西進化的時候, 變出來的時候,是要辯證在那個位置, 比如說紅膜,是需要辯證在那個眼球的中間, 最中間才能夠有作用的, 如果它是歪了,就會,我們看東西就看不到的, 不能夠對,不能夠妄證的, 就是這個世界是真的, 看得到那個設計是非常奇妙的, 而所有的生物都是有同樣的, 那些安基酸的設計呢, 還有那個遺傳因子是全部用一個密碼的, 我們的遺傳因子是用密碼的, 有四個字母,就是四個法文, 通常叫做ATGC, 是排列得非常之好, 而所有生物,無論是細菌, 無論是那些病毒, 或者是植物,或者是動物, 全部的生物都是用同一個密碼, 所有的生物同一個密碼, 在它裏面產生同一個的安基酸, 那就證明是真的同一個來源, 那如果它不是進化出來, 就是創造出來的, 而化石紀錄是顯示, 根本的生物是能夠進化出來, 因為它是什麼都會突然出現的, 譬如由老鼠變成人, 變成圓喉, 它們就說圓喉變成人, 但是由老鼠變成人圓, 是中間沒有中間形的, 老鼠變成人圓, 而人圓呢, 那隻腳是好像我們這樣向前屈的, 老鼠是向後屈的, 但是它是完全找不到中間形的生物, 它找到的化石都全部都是, 一出現就是完整的, 就是證明這個世界真是有神創造的, 而聖經是有很多預言, 很清楚預言到耶穌什麼時候來, 耶穌是誰的後裔, 耶穌它會被釘十字架, 耶穌行的神跡, 耶穌是永活, 但又會釘死,聖經很特別的, 說到它會被釘死, 但是它又永活, 就是一個人被釘死, 怎麽可能是永活呢? 聖經是說出一些預言, 是人無可能應驗的, 就是一個人怎麽可能是, 是他有釘死, 怎麽可以永活呢? 是無可能的, 所以這件事是證明, 是真是神的, 神才能夠應驗到這件事的, 那麽還有其他的預言, 給我們看到, 譬如耶穌被釘, 被釘之後耶路撒冷被毀滅, 聖經是知道了的, 耶路撒冷會毀滅, 一早已經知道了的, 那麽還有其他預言, 我們現在都不介紹了, 那麽並且呢, 聖經呢, 有科學性, 它是, 譬如, 在以前的人全部以為, 即是, 除了近代科學, 人都是以為這個地球是平的, 這個地是平的, 但是聖經呢, 很奇妙的, 是說到這個地是懸掛在虛空, 並且是球體來的, 那麽, 古代的人全部都以為是, 是平地來的, 但是聖經呢, 是唯一, 是說出, 地是懸掛在虛空, 那麽可能地是懸掛在虛空呢? 那麽呢, 是人類後來, 發明了望遠鏡之後呢, 就發現到, 原來地就好像其他的球體, 在星球, 在空中那麽轉動的, 那麽所以是懸掛在虛空的, 那麽但是聖經, 很久之前已經講出這件事, 所以聖經的科學性是很特別的, 那麽還有呢, 約白記那麽又講到呢, 能不能夠發出閃電, 告訴人們我們在這裏, 就是說, 閃電, 我們, 因為那時候沒有家裡的電, 那麽, 那麽呢, 聖經就是用閃電, 因為我們的電其實, 閃電是一樣的, 不過閃電是很強的, 那麽呢, 它就說, 你能不能夠發出閃電, 告訴人們我們在這裏, 那麽這件事呢, 我們現在應驗了的, 就是手機, 我們是用電發出信息, 然後我們就告訴人們, 我在這裏, 我約在那裏, 我已經來到了, 那麽這樣, 那麽這個是很多時候, 人都會講的說話的, 在幾千年, 聖經已經講了這些說話, 你能不能夠發出閃電, 去告訴人們, 我們在這裏, 那麽這件事, 是現在手機才有的, 那麽這些就是聖經的, 科學的證據, 那麽呢, 聖經講到天堂地獄, 還有人呢, 是會死了, 是不是完結的, 那麽這些呢, 是有科學的, 科學家證明, 那麽怎麽證明呢, 因爲呢, 有很多人死了, 救回, 救回之後呢, 他就說, 我這裏才看到, 你們哪個人走出走入啊, 哪個講話啊, 哪個救我啊, 不過我想叫你, 又叫不到啊, 那麽那些科學家就很奇怪了, 那麽死了, 明明死了, 怎麽會知道發生什麽事呢, 那麽於是他們就去研究, 大規模的研究, 很多人是死了救回, 那麽我曾經在醫院那裏呢, 我都工作過的, 我在醫院那裏做過院務, 來支持我的事件, 我都見過有病人跟我說, 他說我動手術那時候, 我去了一個很光明的地方, 那麽當時有病人跟我說, 那麽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有很多人就更加很清晰很清晰, 就是講到他們去到一個地方, 見到耶穌啊, 見到天堂啊, 見到離世的基督徒啊, 那麽這些都是有很多的辯證人, 辯證的, 那麽且有些又去了地獄, 那麽神就給他有機會, 就是有些人去了地獄, 那麽他又認識耶穌的, 那麽他就呼叫耶穌, 那麽這個不是可以擔保的, 我們不知道的, 就是不要說, 我等到死的時候, 我才呼求耶穌, 這個不是神容許有些人有這個經歷, 不代表一定其他人可以有這個經歷, 就是有些人說, 我先不信耶穌, 等我死的時候, 我看到地獄, 我就會求耶穌, 這個不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但是真的有人是這樣, 他們就講出真的有地獄, 那麽這些都是給我們知道, 聖經是有絕對的證據,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一個宗教有這個絕對的證據, 所以聖經說,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祂能夠給我們一切的教導, 更新我們的生命, 我們就知道祂有權並了, 就是肯定知道, 聖經不是空口講法, 聖經是有權並, 所以我們聖經說的東西, 我們就知道, 不只是相信, 我們知道真的會應爭的, 並且有很多我們客觀, 就是經歷性的證據, 有些人, 譬如我認識王全道, 他真的去天堂, 他見過一些死的基督徒, 那那些死的基督徒, 跟他說一些說話, 他回來, 跟他家人, 證明他真的見到他們才會知道, 因為他講出一些私隱的事, 是平常人知道的, 但是王全道去了天堂, 就看到這些事了, 我本人呢, 我第一個太太, 在小龍歸主的時候, 都有一個, 我們兩個都認識的西人的朋友, 就看到我太太, 我自己就, 在看異象那些我就不強, 但是我這個西人朋友, 就很多時候都見到一些異象, 那樣的, 那他就在我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後, 兩個星期, 他就有一天早起床, 他就覺得神的動作很強烈, 那他就奇怪, 我又沒有祈禱, 為什麼會這麼強烈呢? 那就開一開眼, 看到的時間七點幾鐘, 跟著呢, 他就黑了眼, 一黑了眼就看到, 我和我之前的太太, 在那裡敬拜, 就看到, 我太太呢, 是非常之開心, 非常之光明, 還有呢, 就說了, 她說呢, 她很開心地說, I'm free, I'm free, 我自由了, 那我問她說了幾次, 她說了幾次, 可能整十次了, 那這個是, 我太太跟我說了很多次, 因為她很多年都有病的, 她很想能夠去天堂的, 她很想, 她覺得真的, 生命是辛苦的, 所以她呢, 她就跟我說, 如果有一天, 你見到我離世, 你跟我說, 你現在自由了, 那她呢, 這個朋友就說, I'm free, I'm free, 我自由了, 那這個, 真是她, 才是能夠, 就是, 她真是看到, 我太太才能夠說出這句話, 並且呢, 當時她看到, 我太太拿著一個籃, 那她就很好奇, 這個籃裝著什麼, 然後我太太就看著她, 看著她, 然後會心的微笑, 然後揭開籃子的蓋子, 當一揭開籃子的蓋子的時候, 一道很強的光在籃子那裡走出來, 飛去這個朋友那裡, 飛去那裡, 她就感動到不得了, 哭了, 她後來看的時間, 哭了四十分鐘, 她就是一個容易哭的人, 但是當時來講, 她經歷這個神很強烈的存在, 這個西人呢, 叫Andrew, 她都在網上呢, 你找Andrew, 然後葉牧師, 你會看到她的見證的, 還有我有一個中文的版本, 我自己講回, 我以前的太太, 那個這個經歷, 那這件事呢, 是一個我, 就是我本人經歷的東西, 就是, 雖然不是我看到, 但是這個朋友是可信的, 那我知道, 就是說她真是她的天堂, 所以我們知道聖經所講的是真的, 是我們, 如果有任何人對於聖經有懷疑, 我們需要呢, 一定要澄清的, 一定要清楚, 我們真的知道神是真的, 真的聖經是神的說話, 那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的, 就是有很多人呢, 信耶穌, 不過呢, 信得來怎麼樣呢? 有困難, 她覺得神都幫到她的, 有什麼麻煩呢? 神又未必能幫到的, 那為什麼她會這樣呢? 因為她就是不覺得神是很真的, 她覺得這些是宗教來的而已, 沒有信得這麼迷, 就是很多人就會這樣的看法, 他們就覺得這個只是一個宗教, 因為她不是覺得神是真的, 而我真的知道神是真的, 我不是一隻信, 我是知道神是真的, 我知道天堂是真的, 我知道地獄是真的, 所以呢, 我是完全相信聖經的應許, 所以我是很肯定, 很有力量, 很平安, 還有我時時都經歷到神的工作, 我時時都經歷到神的作為, 就好像譬如說, 有個人跟我一早說, 你將來會去列國宣教, 那她根本是沒有憑據, 在一個聚會來講, 她只是跟我這樣公開, 一個人說這句話, 就是她沒有跟其他人說的, 只是對我一個人說的, 那這個就是她, 這個神對我的個人的啟示, 所以第一點,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都堅信, 聖經是神的說話, 聖經的應許我完全相信, 我可以很穩妥在聖經的應許裡, 那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人有疑問在這方面, 有沒有人想問, 想回應就好了,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了, 所以,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督促, 教訓, 教導人, 使人歸正, 教導人何而都是有益的, 使人歸正, 教導人何而都是有益的, 要屬神的人, 得以完全準備行方, 又何而是益的, 那就是, 這裏所說的就是, 聖經是神所啟示的, 對於教導, 教導呢, 有些人以為, 宗教就是教一些, 他信的東西, 但是如果他是真神的話, 他所教導的東西是確實的, 就是說我們怎樣知道, 真是有堅堂, 真是有審判, 真是有天堂地獄, 真是有將來的祝福, 我們神永遠紀念我們所做的一切, 這個教導, 到底是不是肯定的, 因為我們一世人, 跟從耶穌對話, 發覺根本不是真的, 那我因為很多各樣的證據, 我知道真是真的, 就是聖經講到耶穌何時來, 然後跟著耶路撒冷會毀滅, 真是照著聖經所講的時間, 在基督來了之後, 就在同一個世代, 耶路撒冷就毀滅了, 就是主要七十年, 那聖經知道了這些發生的事, 我知道他教訓的事, 是有絕對的權秘, 是一定會發生的, 一定是真實的, 是有絕對的權利, 就是要教訓, 是指出人的罪, 是指出人的罪, 讓他知道他需要背負, 使人歸正, 叫他走回正路, 教導人學意, 怎樣學習神的公義的道理, 怎樣學行神的路, 遵從神, 都是有益的, 就是神的話語, 對這些一切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就是叫所有屬於耶穌的人, 都得以完全, 那這個完全不是說, 我們完全沒有罪, 而是我們會得到耶穌所持的義圖, 和我們會一直追求神的聖結公義, 可以一直成長, 是個個基督徒都可以成長的, 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越來越成長, 更趨向接近神的完美, 雖然我們會很遠的距離, 但是我們會越來越接近, 越來越, 譬如處理到罪, 處理到情緒, 那有些人就覺得很難處理, 其實基本上的方法就是, 我深信神是美善的, 神是充滿恩典, 充滿能力, 祂一定祝福, 有能力祝福我的, 而第二點就是, 祂看重我, 我是很寶貴的, 第三, 我親近神, 遵從神, 走神的路, 一定得到祝福的, 第四, 我不聽神的話, 一定是會有破壞性的, 那這個時候, 當我們有罪的意念, 我們即是說, 這個罪如果我犯的時候, 好像覺得有罪中之落, 但是最終會破壞我的, 所以我就去犯罪了, 我就有這個動力, 不去犯罪, 首先我講講, 我現在一直講的, 是日後你可以跟那些, 幫助他信仰的人, 跟神的關係的人, 幫助他對聖經有肯定的信念, 肯定的信心, 然後呢, 你看到聖經的教導是最好的, 還有我們怎樣去背改離罪, 怎樣可以離開罪,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人覺得自己有價值, 覺得自己不要緊, 我自己都沒有什麼用的了, 所以他們可以隨便犯罪, 但是當我們知道, 罪的破壞性, 還有我聽神的話, 神怎樣祝福我整個生命, 譬如有些人, 他容易被情緒影響, 那他於是跟人際關係不好, 但是如果他肯聽神的話, 他處理他的情緒, 不介意人的問題呢, 他不受人影響, 知道人都有罪的, 他不受影響呢, 他就可以, 別人罵他, 他都很平安地回應, 一個輕省的心, 一個平安的心回應, 那他呢, 就能夠建立人際關係, 他人際關係好的時候呢, 他做很多事情都會失敗, 或者有些人在情慾, 為什麼很多人在情慾裡面呢? 因為他沒有能力處理, 因為他太孤單了, 但是當我們有神的同在, 還有基督徒的陪伴, 我們知道我們很寶貴, 還有我們有神的同在, 有基督徒的陪伴, 我們不是孤單的, 我們是寶貴, 是重要的, 我們有價值的, 因為很多人呢, 就是被罪控制, 被情慾控制, 因為他很孤單, 他沒有安全感, 但是當我們在神裡面, 有安全感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受這些, 罪的影響, 我們就可以脫離, 那我們就能夠, 走在這條二路了, 教導人學, 都是容易的, 要屬神的人, 得然而然而然而然, 越來越趨向, 接近而然而然,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就是能夠做神所吩咐, 我們所做的各樣的善事, 這就是聖經的話語, 能夠教導我們去, 給神使用, 最近呢, 有些弟兄姐妹呢, 聽到我說的話呢, 都開始參與更多的侍奉, 譬如有些弟兄姐妹呢, 就開始, 會去錄音啊, 去, 在網上做一些影片啊, 去見證耶穌啊, 那這就是一個開始, 就是我們可以進入, 一個侍奉的領域, 可以開始進入侍奉的領域, 那我自己也都呢, 在不同的領域, 都去擴展啊, 譬如我想到, 那些, 那些, 祈禱錄音, 我放在網上, 現在呢, 在一天的時間左右, 已經有差不多二百次的人看過, 那還有呢, 我就跟著呢, 我就將我的那些, 讀經啊, 因為我背聖經啊, 很多時候我都會播放聖經啊, 用我MP3機在那裡播放, 那我就想啊, 啊,其實很多人都, 就是有些人都想去背聖經, 我就將, 去做成一個影片, 那影片其實, 其實是錄音來的, 那在網上可以聽回, 那這個就是我, 神去帶領我, 怎樣我能夠,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就是, 就是聖經給我一個確據啊, 我能夠有神的能力, 有神的智慧, 怎樣走在神的路上,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個, 有這個信心啊, 就是, 我可以給神用, 我就開始走入神的計劃, 因為神是, 很確實的, 我很深信, 神一定會幫我, 神一定會成就, 神在我生命的計劃, ok? 那我現在, 給大家可以回應一下啦, 對於聖經的看法啦, 對於聖經你有沒有問題啦, 還有, 你覺不覺得, 聖經能夠幫到你走在這個二路上, 還有你能夠有能力,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我想問呢, 那個屬神的人得以完全呢, 那個完全, 即是不是說, 完美那樣呢? 我第一呢, 我就覺得, 就是, 有耶穌的義徒, 遮蓋我們, 所以在神眼中, 我們是永遠的, 第二, 我們是可以, 越來越接近完全,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處理罪啦, 處理情緒啦, 不被人影響啦, 因為我知道, 我被人影響, 我就會失去神想給我的東西啦, 所以我就選擇, 別人說我也好, 我不用介意的, 今天我剛剛有輔導一個人, 那他的情況是什麼呢? 他的家人呢, 很多時候講的東西, 令到他, 就是有煩惱, 又令到他發脾氣, 那他就覺得, 哎, 很難頂啊, 就是很難處理這件事, 那我就跟他談啦, 我就說呢, 就是, 就是你的家人呢, 他是不是一向都是這樣的, 你覺得他容易改變, 那他覺得他很難改變啊, 整天都是這樣, 所以他整天都激氣, 但是我用幫助他, 和另一個角度看, 你家人其實一直都不改變, 就是他是很難改變的, 其實世人的罪是很難改變的, 而他這個家人是信耶穌啊, 不過他的思想呢, 好像很緊啊, 就是整天都是一種, 和一種想法, 講話和一種方法, 那我說, 既然他很難改, 那你, 天天都為他激氣, 那你以後, 你的生命就發揮不了啦, 你覺得你發揮生命, 是不是很重要呢? 而他既然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能不能夠接受他是這樣, 而給他影響呢? 那他開始體會到了, 其實他的家人經常都是這樣的, 他不容易改變他, 改變的是自己了, 那我就學習他, 不給他影響, 他就算說些話不巧聽, 他是這樣的, 他很難改變, 我不用這麼緊張的, 那他都問我, 他說, 因為我遇見過不同的人, 傷害人, 但是我起初的時候, 我不懂得處理, 但是我慢慢就覺得, 他有問題, 我為什麼要這麼緊張呢? 而我緊張, 我又受影響, 那所以我就學習了, 不給別人影響, 那這個就是, 戰趨於, 完全了, 就是說, 我在情緒上, 我不給別人影響, 在罪那方面, 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我又不給他影響, 有什麼困難都好, 我深信神一定開路的, 我就選擇不去擔心, 而深信神一定開路, 所以我就一直感謝神, 讚美神, 神就為我預備方法, 那這個就是, 我常用的方法, 我覺得, 我們的生命, 很貴到一個程度, 不值得, 因為任何人, 任何環境, 那當我們不受這些影響的時候, 又時時親近神, 我們就會漸趨完全, 那你聽完我說, 你有沒有覺得, 真正怎麼做呢, 是另一樣的, 即是說, 怎樣幫助人, 即是處理, 那我才有講少少的, 但是呢, 如果講完細節, 還需要多一點時間去講的, 因為我們, 其實講到變立人的靈, 都會講到, 怎樣幫助他處理, 他生命的問題,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 那你還想不想再詢問呢? 其實那個完全是漸趨, 就不是說100%完全的, 即是, 是不是可能100%完全? 即人不是完全的, 不會100%的, 一定不會是漸趨, 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追求到怎樣呢, 當有一個罪的意念出現的時候, 在這個腦裡面, 立刻我就處理, 就不要讓他變成為思想, 繼續在我心中的思想和行為, 言語行為呢, 我已經是非常之好的了, 即是我們這樣去欣賞自己, 即明明那個人做一件事很不好的, 那我本來想罵他, 想發脾氣, 但是呢, 我立刻深信, 如果我發脾氣, 我破壞生命, 那我生命很寶貴, 我為什麼要破壞生命呢? 於是我就盡快去處理, 就是說, 我都不用氣他啦, 其實他都有很多問題, 他都很難處理到, 那我一直被他影響, 那我就發揮了他的生命, 所以我就會決意去處理了, 那如果人能夠, 即是在幾秒鐘立刻處理到, 放下他的罪的意念, 這已經是很好的了, 已經是和世界上的人很不分別, 也都在基督徒來講, 真的有很多基督徒, 並不會這麼快去處理的, 那我感謝神, 他賜給我這個方法, 就是說呢, 在那樣罪, 或者負面思想程序, 在他心中開始, 出現的時候, 我立刻就處理了他, 處理不是壓制他, 而是我, 我深信, 我很寶貴, 如果我給他影響, 我就可以破壞, 就好像我這樣, 譬如我, 譬如我試過一次發脾氣, 譬如我一次呢, 在聚會, 這些人呢, 各樣的問題, 無論什麼問題都好, 那我發脾氣, 一次發脾氣呢, 可能那些人就會私下說, 任牧師又教人家處理生命, 自己又不處理, 那我可能錯的地方是百分之一, 但是人對我的失望呢, 可能是百分之五十都未定, 立刻呢, 對我是大打折扣的, 所以這個就會對我生命很大的破壞, 所以我決意, 我不會給這些影響, 而我因為我根本介意,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神會給我, 所以我不是硬硬扯著那些怒氣的, 我是直接覺得不需要發脾氣, 我不需要猛烈, 這個就是我的要點了, 那我就, 就是這樣讓那些任何的罪, 或者負面情緒和思想, 是即時盡快的處理, OK? 沒有回答你, 在這個漸趨完全, 不是在神眼中的完全, 但是神是會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悔悔就是神會赦免我們的未夠完整的地方, 好? 牧師, 我也想分享一點點, 我覺得呢, 就是你說, 我曾經以前在網上看你, 就是跟神的關係, 如果發生什麼事, 立刻去處理的, 那我覺得, 我提醒我的就是, 原來我們跟人底姐妹的關係呢,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們兩個負相, 即是, 就算是你沒有錯, 對方錯呢, 其實神也肯求我們呢, 去跟對方和解的喔, 那原來呢, 如果我們沒有立刻處理呢, 就這樣放在那裡, 我們就會影響跟神的關係的喔, 那我覺得神是教得很好咯, 在這方面提醒我咯, 就是我跟人的關係呢, 我都不會輕看啊, 那自己道歉咯, 打電話跟對方同人道歉咯, 承認自己的錯, 求對方原諒自己咯, 就是保持跟神的關係咯, 這樣咯。 OK, 非常好, 非常好, 這個就是一個好的處理了, 就是我知道, 就算就是, 有時候我們跟人之間有問題, 我們先道歉咯, 他沒有道歉, 我就先道歉咯, 這個就是德性了。 是啊, 那呢, 很感恩喔, 那時候我初初不認識的, 聖靈提醒我, 你要跟他和好, 那我就宣布聖靈跟他和好咯, 原來這個很重要的, 很多呢, 就是有些幾個圖, 你生氣我, 我生氣你, 那就算咯, 我不原諒他, 就放在那裡, 其實就爛了你的成長, 和神的關係, 和人的關係咯。 還有呢, 你提醒我呢, 比如說, 我們遇到, 就是保持自己的心靈潔淨, 就是不要讓思慮啊, 不要讓問題啊, 各方面去累住我們的身, 我們裡面要, 比如說, 我很容易擔憂的, 那我就現在學習, 不要讓擔憂累住我的心, 要懂得, 相信神的應許交託養望, 是不是這樣啊? 我聽到的了。 是啊, 是啊, 但是我們盡快去處理那些擔憂, 不要讓它影響, 任何東西不好的, 我們都不給它影響, 就是分辨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馬上處理, 任何負面的, 機關的, 我們都放下,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啊, 或者分享啊? 耶牧師, 剛才你說那個勒卡, 就是幾秒鐘啊, 譬如說, 人家說的話, 很難聽啊, 或者不是這樣啊, 但是如果, 就是自己不受到影響, 幾秒鐘又可以, 是正能量的回應, 就是這個呢, 就是需要神的恩典, 坦白說, 怎樣是幾秒鐘呢, 來處理, 又可以, 又可以, 為達對方, 真是和平的, 真是美心的, 這個真是很需要智慧啊, 譬如說, 你有沒有, 真是好像, 仔細的, 讓那些能夠大家知道, 怎樣的處理, 譬如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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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石那個, 那個, 例子啊, 比我一些容易明白些呢? 其實在我本書中的《德性》 是有講到不同的例子的, 你舉一個例子給我, 然後我去回答你好不好? 就是你講一個例子, 那樣東西怎麼影響你, 又沒有回答我, 我怎麼處理? 給我一個例子啊, 譬如說, 譬如說, 有一個姊妹, 我覺得她得了醫治, 我牧養那個, 牧養我那個年長的姊妹, 我想和她分享我高興的, 這個初生主的姊妹啊, 就得了醫治,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嘛, 誰知道, 我說了出來, 第二天, 她和我, 她和我, 就是讀聖經討告呢, 就是不按著那個聖經的意思讀, 她說我今天不讀這些, 她說話好像很怪啊, 就是怎麼怪呢? 她說我的人啊, 點點點, 就是說得很美, 我都不記得了, 還有讀了, 好像那個彼得, 有一個說, 我想用錢買, 那個彼得這樣的歧視, 所以我覺得她是這樣, 她又不說出來這件事, 她又說我, 好像那些話中有話, 她說話很難聽啊, 我好不想和她讀, 最後讀完了, 我自己很辛苦, 她又不說出來, 最後一個星期了, 我都困住了, 我破車的喊了, 求問主, 主耶穌呢, 讓我看到呢, 因為我跟她說這個意思呢, 她覺得呢, 我呢, 收了那個, 福音朋友那個姊妹的錢, 因為她被人呢, 與顏好做, 其實她與顏好做呢, 我覺得是很好, 但是, 我各位的, 這個年長的姊妹呢, 是不認同, 覺得, 我可能收了人家的錢, 她又不跟我說清楚, 我真的沒有收她的錢嘛, 所以她拿這些, 拿彼得, 就是有一個人呢, 說想買主耶穌的, 這個神殖歧視嘛, 這個, 這一段經文, 你應該都清楚, 其實我真的沒有收錢了, 這什麼主耶穌, 聖年開啟我, 她是要這樣看你, 所以起碼說話, 都是針對你咯, 讓你讀這些經文咯, 就是, 是很難聽咯,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當時, 我想到很厲害, 都不開心, 不過, 我聽到, 耶穌斯, 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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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你這個, 我覺得我, 搖滑其實, 我身邊的那個破口, 堵住了, 我完全的搖滑, 其實我是不是很懂得處理這些問題, 熟練的問題, 如果不是耶穌開啟, 我真是好, 不過過了, 我已經搖滑處理, 我覺得是很感恩, 耶穌斯, 你幫了我很多生命, 怎樣處理, 即生命都是我那邊, 幫了我處理, 我這幾天都是一路的處理, 我覺得是很好, 很感恩, 和神, 近了很多, 不過, 都有些事情都不太懂得處理, 都是學習的過程當中。 OK, 好, 多謝你的分享,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人誤誤了你, 就好像暗示你有問題, 但又不說出來, 令你很困惑, 很不開心,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事, 這樣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人的問題, 即是, 如果他是跟從馬太夫的十八章, 他就會指出說, 他覺得你有什麼錯, 那, 當他說你收人的錢, 那你說我沒有收過他的錢, 我真的沒有收過他的錢, 這個是一個誤會, 那就解決了, 但有時候有些人, 他又不說出來,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 你說了他也是不相信, 接受, 就是控訴, 所以這個基本上呢, 就很重要, 很重要, 其實很多人的煩惱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人, 對他不好, 對他不好, 對他誤會, 控訴, 說談話, 批判, 之餘此類, 總之, 任何, 因為那個人做的事情, 我們不開心, 是難做, 我都會有時候想錯事情, 我都會受影響, 我都會不開心, 而他呢, 誤會我啦, 他不和我正面溝通啦, 他批判我啦, 他以為我是怎樣啦, 基本上我要接受, 無論這個人是什麼身份, 多麼尊貴的, 有時候我們覺得尊貴的人, 就應該不會有問題啦, 但是我自己曾經幾傳動人, 牧師傷害的, 那其實, 人人都可以有的, 就是有時候, 人都一樣會錯, 有時候呢, 是單方面的問題, 有時候是雙方面的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不要, 就是不要覺得人就是原理啦, 當他做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接受啦, 就是有時候他都會做錯事情, 或者他故意做錯的, 那我不需要介意, 因為我的生活很寶貴, 我介意呢, 我就受傷害啦, 那所以我的心, 就是不要緊啦, 神會給我啦, 那一點很重要, 神會給我恩典給我, 給我福氣我, 只要我先求神的國, 以這一切加回復活, 我愛神, 神就是我預備, 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那所以我就不相信, 任何人可以拿走我的恩典, 其實我有很多經歷的, 如果我分享, 很多樣東西可以分享的, 不過這個簡單的回應, 我不知道, 那一方面有神的存在啦, 神的平安喜樂啦, 另一方面就是我不介意, 而我選擇去體會他, 看出他, 可能他受過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人, 那而我善待他,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事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 你有沒有想繼續問呢? 回答了, 你有沒有事? 謝謝你。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想問, 即是說關於聖經, 關於聖經的問題, 或者聖經能夠真是教導我們, 教導我們學而離開罪, 而能夠進入不同的事復, 各樣的善事去祝福人, 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回應? 牧師,牧師,牧師, 牧師, 我聽著你講, 是, 我覺得, 我信聖經呢, 我都相信聖經是真實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對神的應許呢? 就信得不…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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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珍切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嗯… 即是你對神的應許, 不信得很珍切呢? 譬如,哪些應許你覺得很難信? 比如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信的人有永生呀, 啊… 神愛世人, 神至珍他, 獨生至此刻他們呀, 要一起信他的不正反得永生呀, 這些不是信得很日生呀, 但反而廣解聖經裡面的舊約呀, 日塞呀, 那些什麼什麼那些呀, 他又很信的呀, 不知道為什麼呀, 信這些應許呢, 有質疑的呀, 不知道是不是撒達魔鬼呢? 因為曾經呢, 我以前也有質疑神的話, 那聖經又告訴我, 他說魔鬼點偷真理呢, 就是要你去質疑神的說話, 當我一警醒的時候, 原來撒達又想偷真理呢, 我又要相信這樣咯。 就是你對於得救天堂, 依然都有懷疑、 有擔心, 是不是? 都不是很清楚咯, 不是很明白咯, 因為有些人說, 聖耶穌有得救, 有些人說, 不是聖耶穌有得救的, 還要背實字架呀, 還要寫幾背實字架, 才可以得救的, 他這樣說, 有些這樣說,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福音咯。 聖經講怎麼得救是很清楚的, 其實我遲些這個過程都會講到關於清楚得救的, 其實聖經講就是真心悔改, 真心信靠耶穌做得救, 得救的人必然有果子, 我講出有六類的果子, 就是會繼續悔改, 離聚, 第二就是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親近神, 愛神, 和行為上就是會遵從神, 和事公神, 至於有些人說, 你要背實字架, 這個聖經的確是講到背實字架的, 但是背實字架, 很多人的解釋就是以為為主受苦, 其實他意思是, 我願意將我自己的老我釘死, 這個釘死是有程度的,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是不同的程度, 在這個情況, 其實基本上是遵從神, 遵從神, 遵從神, 怎樣的程度是得救呢? 怎樣的程度是不得救呢? 聖經是沒有講到, 譬如說, 是不是要完全遵從每一樣的東西, 才能得救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說沒有人得救的, 而是我們遵從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真心背改, 求主卸滅, 耶穌就卸滅我們了, 就不是說我能夠完全的原始, 至於說, 是否遵生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才是得救呢? 這個聖經是沒有講到的, 就是, 基本上就說這個人, 他真是遵從神, 他真是願意跟從神, 是, 他願意放下自己的罪, 去處理罪, 他有這個心呢, 已經是得救的, 當然我們越肯聽話, 越肯跟從神, 將委身跟從神就最好了, 但是不是說, 你要背十字架到什麼程度才得救, 就是你委身到什麼程度才得救, 聖經是沒有講到要什麼程度的, 而是真心, 我們真是說, 神啊, 我願意聽你的話, 我願意去祝福你, 我願意去祝福神, 祝福人, 這樣呢, 他跟神有這個關係, 他會繼續去知罪, 繼續會信靠人, 所以我繼續, 我真是去努力去祝福神, 他已經是得救的, 就不是說要到什麼完美的階段, 他才能夠得救,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是聖經是沒有講明去到什麼位的, 所以我們就不用怕, 有些人說, 你背十字架不夠, 所以你去不了天堂, 就是聖經不是這樣講的, 沒有說到去到什麼程度, 但是當然, 其實我們越委身, 對我們其實是有益處的, 我們越委身, 委身是不是寫幾個意思啊? 委身就是, 全心是跟從神, 因為委身就是, 我願意投入我的生命去做一件事, 我願意委身去跟從神, 放下我的字, 那牧師, 牧師,我問你了, 我初慎主的時候呢, 就很有, 就是很有這個, 火指啊, 追求神啊, 愛神啊, 跟從神啊, 寫己啊, 跟從啊, 但我現在, 自從我病了之後, 我就軟逸了之後, 我就沒有了現在這種生命, 不過呢, 我現在靈修回, 我再看回聖經, 因為我現在知道, 要重生得力, 所以我就將, 因為很難安靜地, 在家裡, 在廳那裡看聖經, 那我現在呢, 就將晚上早點睡, 早上五點鐘, 去身看聖經, 那我呢, 我就想, 那我呢, 那我都看到, 看到的都是神叫我愛祂, 遵循祂的道, 走下去, 敬畏祂, 遵循祂, 遵循祂, 遵循祂愛祂咯, 我看過這些全部都是這些聲音咯, 是, 那這些是好的, 這些就是證明你跟神有關係咯, 所以, 你跟神有關係, 神會感動你, 你接著回應祂, 就證明你是得救的, 當然, 我們越委身就越好, 我們越委身, 越聽神的話, 是好的。 那寫記呢? 寫記是甚麼? 寫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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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記自己, 將身體獻神當作活祭, 我願意, 與基督同聖十字架, 當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 真是去做的時候, 神是喜悅的, 神一定是喜悅的。 寫記就是, 就是, 將自己身體獻神當作活祭, 乃是神所喜悅的。 是啊, 就是, 就是, 我們呢, 最好呢, 就不要用, 因為這些人的教導, 有時候是一種論法式, 就是會說, 你做得不夠, 所以你呢, 你是不得救的, 你要做到這樣, 你才得救。 那牧師, 是不是聖經所說的, 我就會。 牧師, 聖經所說的, 得救是神的恩典禮, 你們得救是本福恩, 爲恩就神不住出於行為, 免得人自誇, 我們得救是神的恩典禮, 是不是這樣? 是, 但是也都聖經是有說到, 信心無行為死的, 那我只是說出六樣的果子, 等一下我可以再傳在Whatsapp group那裡, 再傳這六樣的果子, 我們真信耶穌是會有這些果子的, 那當然越委身, 越聽神的話, 是越好, 越穩複, 但是我們不用說, 我要委身寫起到什麼程度, 我才得救, 就是我們真是和神有這個生命的交流, 我們真是會回應神, 聽神的話, 遵從神離開罪, 去走神的路, 已經是得救的人了, 不過問題是, 他成長有多少, 所以, 有些人將得救的條件列起來, 說你有多捨己, 有多毀身呢? 這樣呢, 這件事就, 就是聖經沒有說的, 但是我自己領受, 我自己這兩天領受, 是啊, 咦, 我知道神的話語, 但是我呢, 咦, 我發覺我沒有信心, 死了, 那如果我, 我明知道我聽到神的聲音, 但是我對神沒有信心, 那我記得聖經說, 你有信心, 沒有行為是死的, 有行為沒有信心都是死的, 那我立刻醒了, 那我在想, 我為什麼對神沒有信心呢? 那信教的, 我去行不行, 照他行不行, 你信著他行, 就有信心, 我那時候反映出自己的生命, 這樣, 其實你都有聖靈的感動, 你帶領你, 即是你是獨神的關係, 所以你不要再擔心那個得救問題, 而且你怎麼更加聽神話, 更加毀身, 這個節目就是這件事, 更加聽神話, 即是你見到我也有聖靈的, 你自己都經常告訴我, 聖靈怎麼從你說話帶領, 你又回應, 那就是有神的關係, 問題就是我們怎樣更加, 輕省喜樂地遵從神, 追求完美, 不是一個重大明, 因為我們越放下自然, 越親近神, 就越有力量, 越喜樂地, 越平安地, 也都用另一個思想模式, 有些人的思想模式, 你不夠好, 所以你去不了天堂, 這種思想模式是很大壓力的, 耶穌不是想我們這樣, 你聽我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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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 怎樣的思想模式呢, 我真是有真心配改, 我真是有信靠耶穌做救主, 我真是有遵從, 神已經歡喜了,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為神做, 神都歡喜, 我越是遵從神, 神就越歡喜, 神就越祝福, 這樣呢, 這個是一個聖念的思維, 就會常常擔心我是不能夠, 嗯, OK, 那你就只是我努力怎樣成長,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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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都是愛神, 就是常常提醒我們, 要愛神啊, 遵探神使命啊, 那我回顧, 我回顧我過往, 原來呢, 我跌倒呢, 我自己試探跌倒, 次年跌倒呢, 原來神都沒有丟棄我喔, 原來我想起你最信喔, 那我就冷靜在身, 主對我的愛咯, 主用生殺, 似愛待我咯, 那我發覺我自己有力量, 愛神我, 愛愛上帝咯, 是咯, 是咯, 那就可以了, 那你就知道你已經有答案咯, 就是聖靈在你身上工作, 你有回應, 那就是你和神有生命的關係, 不過問題是怎樣成長得這麼多咯, OK, 好了,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問題想問? 好, 師傅, 我想問, 就是我一路看聖經, 你先開箱先, 先開箱先就那個說, 一路看聖經呢, 就見到很多那些門徒, 譬如保羅啊, 彼得啊, 甚至師傅約翰, 耶穌全部, 那他們其實都全部都是,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意義的人來的, 那但是呢, 他們很多苦痛在身上, 有些被囚, 有些被鞭打, 倒釘十字架, 施洗藥河就斬頭了, 那就是其實,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意義, 他們遭到那麼多痛苦, 那其實那裡是怎樣呢? 其實, OK, 我們首先, 我們明白, 你放心吧, 你不會被斬頭的, OK, 我們明白一點就是, 神的祝福, 不代表沒有苦難, 在肥律比書一章二十九節, 因為你蒙恩, 不但得以信復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我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復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那麼, 英文是說得好一點的, It is, granted to you, that you believe in Jesus, and suffer from him, 就是神賜給我們, 我們能夠信爺刀, 和為他受苦。 那麼, 有很多人就覺得, 為什麼受苦是福氣呢? 因為受苦真的會得, 百倍千倍神的喜悅, 神的祝福和賞賜, 神會賜給受苦的人, 在受苦之中有喜樂, 有平安,有力量, 神的同在加強, 祂是整個生命不復的, 所以我們就明白一點, 就不是說, 蒙福就是坐在家裡, 僑人在搶腳, 在那攤世界, 很多錢, 每樣都很舒服, 每樣困難都沒有, 我們不要這樣想, 而是說, 神會在我們所有的苦難中, 都祝福我們, 我們整個生命提升, 我們能夠祝福人, 我們整個生命是有果效的, 是我們會享受的, 過程都享受的, 如果你跟從我所講的, 這個聖經的教導, 就是呢, 神是說, 祂的騙是用, 我淡只是輕省的, 當我們一聽神, 我們就說, 神可以很開心, 因為神現在很歡喜了, 我呢, 做任何事,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市, 神很歡喜的, 你跟從耶穌的話, 你就會很輕鬆地, 為耶穌做任何日, 甚至為主受苦, 都不覺得一回事, 所以你明白, 神的祝福, 代表沒有受苦, 但是神會賜給我們, 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是有喜樂, 有平安, 還有祝福, 還有提升生命的, 那也都, 神不是經常把苦難給我們的, 不是經常把你痛為止, 不是的, 是神會在很多方面, 是真的祝福我們, 如果愛神的人, 他和人的關係也好, 他和神的關係也好, 他又能夠祝福人, 他的生命也提升的, 所以我回答你, 神的祝福, 才會不難, 而他們為主這樣被殺死, 其實他們是有無限量的恩典, 跟隨著他到命, 而他被人鞭打或者殺死, 只是一刻的時間, 人, 我有一件事, 我安慰自己, 希望安慰到你, 將來世界每日之前, 有受迫伯, 有些人就很害怕了, 那我就有一句說話, 安慰, 我們受苦不用多久就會死, 我們不會受得太多苦, 我們身體受不了, 而且我們可以求耶穌接悟的力, 這句說話, 有些人聽到就很害怕, 但是我來說, 我根本身體受不了, 我也可以在極痛苦的時候, 第一,我親近人能力, 第二,我經常都說, 你接我的力, 到我身體受不了的時候, 我上天堂都會自己開心, 所以如果他們已經開始 我就會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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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會用這些來做安慰民旗, 但是有些人就說, 死了,死了, 那就是死了, 我來說, 死是更加好的, 就是保羅都說, 我寧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死的, OK?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回答到你, 即是當我們為主受苦, 或者為主有迫伯的時候, 裡面是有很多神的祝福在裡面的, 是, 你跟著耶穌的路, 就永遠有祝福, 現在也有祝福, 你跟從我的教導, 我的教導, 其實是聖經的教導, 神更加是用的, 擔心是輕賊, 你做任何小事, 神都歡喜, 這句說話, 我整天記得, 我為人做任何小事, 神都歡喜, 那你就天天都開心了, 我又, 今天我又怎麼聽神話, 我又尊重聽神的歡喜, 就不是驕傲, 而是我真的有聽神話, 神就很歡喜了, 那我們就會, 整個人都歡喜了, 即是聽神話, 神就歡喜? 是啊, 你聽神話, 神就很歡喜了, 所以可以很輕鬆的, 很開心的, 好, 謝先生還有另外一點, 請問, 是的, 其實我要問的問題, 之前這個姊妹, 我想問的問題差不多, 都是跟她一樣, 因為, 看到聖經的影響是很多, 很美麗, 很激勵人的, 是的確的, 但是, 將她的聖經一關起來, 再看回朋友, 或者其他人, 聽到一些很敬虔的基督徒, 但是她們的遭遇, 又不是這樣的, 所以, 上次我就在這個位置, 會覺得, 為什麼這樣呢? 我想不通, 還會覺得, 還會, 間接對聖經的影響, 又打了折扣, 所以這一方面, 是有一點點結束的, 所以有時候, 讀聖經, 即是, 那些影響幾好, 祝福幾好, 心裡都覺得, 即是講難聽一點, 說是這樣而已, 心裡有時候, 有這樣的感慨嗎? 感慨嗎? 是的, 是的,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懷疑我自己, 我先回答你了, 我先回答你了, 是的, 我, 在我一生的路, 和我的治療, 我是受過很多苦的, 但是我發覺, 這些苦最終, 是對我有關注的, 當時有時候是辛苦的, 不過我, 由我初信, 我很單純, 我就說有神, 我就覺得很興奮了, 那我就, 有神, 我就會, 我就聽了神話, 我就, 就是我曾經是有經濟的困難, 但是我說, 神你一定會開路的, 神一定會開路, 神就真是一步步開路, 嗯, 在過程中, 不是一下子我得到答案, 但是, 總是會得到答案, 而我最終, 我當我越走的時候, 我就越發覺, 那個福氣是一路跟隨著的, 所以呢, 我就覺得, 是真是不福的, 整個生命, 我數回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是很幸福的, 就是有機會, 有時間的時候, 我就可以, 學習到倚靠神, 我起初的時候, 我還沒有認識這個, 但是呢, 當我學習到倚靠神的時候, 不讓人影響的時候, 我就發覺, 那些福氣就變大了, 就越來越多了, 就是我起初的時候, 就是, 只是一直在賣, 那麽要求神, 就是, 就是, 很困難, 但是呢, 在這個過程中, 最終是, 一切都是最重要之處, 那我也都現在很感謝神, 就是, 神有內宗明, 開一些路, 又, 放一些人在我周圍, 可以配搭, 一起師父, 我又得福, 他又得福, 就是, 那些配搭給人呢, 他們又有一條路徑, 很快進到神的計劃裡面, 就是, 如果他自己去走, 可能有段時間都走不了, 那他又得福, 就是, 他得到一個途徑, 其實你們大家都可以得到一個途徑, 怎麽懂經啊, 怎麽應用啊, 覺得, 真的有幫法, 那麽你就會, 很快得到這個途徑, 不用, 不用好像我那樣, 要碰撞了很多年, 才學到這些東西嘛, 嗯, 那, 那, 你首先, 你們得福, 我又得福, 因爲我能夠祝福更多人, 還有那些人, 一起跟我配搭, 一起去侍服, 我又覺得, 好, 好, 好有福的, 因爲那些人呢, 都會幫助我去, 在這個侍服上更加有效, 我覺得是很有福的, 所以, 我覺得盡都是福的, 好, 好, 你還有另一個問題, 是的, 還有一個問題, 是重生的問題, 其實我, 真的有懷疑自己重生,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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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 重生, 有些牧師他説到重生是好, 條件好高的, 那, 我開始想, 我根本沒有這些。 那比如說一個基督徒, 他的老我怎樣釘也釘不死, 怎麽釘也釘不死, 那他有沒有重生呢? 他很想改, 但他怎樣釘也釘不死, 那他有沒有重生呢? 很多時候 人有時剩下一些批判要求 是聲音沒有講的 即使我回責另一個指揮的時候 我已經講了 我們怎麼清楚得救 我們有得救的表現 得救的表現就是從生了 得救就是幫你 是的 我裡面已經真的有這種屬於生命 我真的會回應神 我會悔改禮罪 我會遵從神 已經是從生了 問題就是我們更加有效地成長和侍奉的 這樣的時候是怎樣呢 就是其實我又感謝神給我一些很具體的方法 怎樣處理罪 剛才我們講到怎樣處理罪 怎樣處理人的問題 那你照著去做 你就說不要緊的 祂說我死得的 神會給我的 祂在心裏面總是告訴自己 死得的 祂會給我的 那時候我們的心就會平安慶祂 這個就是個秘訣了 就是觸實神的應許 沒有人能夠拿走這些應許的 所以我心信不一定會 基本上就不簡單 那你覺得得罪你的人的那條詞會不會還在這裡呢 或者是很快 我簡直覺得是無謂的 你的影響是無謂的 每一個得罪我的人 我發現他們的生命都是有一些問題的 我慢慢覺得不要緊 我講一個神經的事情 講到在我最初期的事後的時候那個傷害 因為他批評了向我第一個太太 就是經常講他不滿意的地方 那時候那個主任牧師見到我呢 就是我起初的時候很活潑 很開心的嘛 現在好像這麼煩 他問我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就是他和我另一個傳統在這裡 那我說很抱歉就是因為這位傳統 他每次向我的太太去投訴 由我太太就向我投訴 所以我變了很大的壓力 那我牧師就嘗試去扶導 但是都不夠工巧 那他就說 好啦不如你們去找一個 當時中信有一些扶導 就是去找他們的牧師去幫忙 那那個牧師呢 就是處理了一輪之後呢 他就有結論了 他說那個傳統呢 就是他有些覺得他自己是媽媽 是我的媽媽 他要看著我 就是要監管我 那我就做不到他的要求 所以他就不開心了 那這句話他就很不喜歡聽到 那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有一個要求 我說呢 我想要求不要把我們教會發生的事 講給他另一個sister 因為他其實有三個sister在教會 就是我太太和她兩個sister在教會 那我說不要把這些教會的事 講給她sister聽 那他即時否認 那又回來呢 那那一天就 那一天就問我們 今天發生什麼事呢 我就告訴他 我說呢 我就要求不要跟那個sister說 那而呢 這個傳導人呢 就說我沒有講過 那當時牧師的反應是什麼呢 他用英文講的 意思是 你沒有講過 就是在一個不信的態度 因為牧師很認識他 是知道他一定有講的 他即時 就是說你沒有講 那就是意思了 他是一句都沒有聽 我當時馬上體會到 就是他會在那個輔導員面前說謊 就是為了禁止他自己 我為什麼需要因為他這麼痛苦呢 就是他是一個都不是一間道德的人 他其實有很多地方很好的 他視乎很有效 他生命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不是說他完全好 不過在這件事上 他會寧願講謊 那但是我當時看到 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他都會這樣說謊 我為什麼要因為他覺得這麼痛苦呢 那我就開始放手 就是我當時看到他 一路呼吸神 又唱詩歌 唱詩編 我很喜歡唱詩編 我的心平安安靜 好將絕過大的愛事 就是從當時開始 我很喜歡唱詩編 我覺得很平安 很悲慘 我就逐漸說 不要緊要的 就是不要緊要的 我不需要介意的 但是呢 心結都不是這麼明清的 是經過一段長的時間 後來經歷四年充滿 經歷四年充滿都要處理的 都要說不要緊要 不用介意 他已經不在監視著我了 他已經在監視著我了 我不用受影響的 那我後來就轉為 練習他和祝福他 我一直都是對他 善待他 我覺得不需要生氣他 為什麼不生氣呢 他害到我什麼 其實他過程中我是得福的 他真的不計劃 他拿不走的 所以我就不介意 OK 好 如果大家再有問題 可以寫下 在這裡 我又再回答 好 我們都可以有些時間 有時候可以個別跟你聊天 那牧師 那你如果這樣 就是人共警醒呢 處理每一天的問題呢 那你的靈就很盛結很乾淨 同情的關係 隨時都很密切 我是經常同時很密切的 但是我都會說 所有人都一樣有罪的意思 那就是 就是人人都有的 不過我比人少很多 那我一有罪的意念 我先處理 就是我不是原理的 但是我都會有時候 有一些負面的意念不一樣的 但是我就會盡快 我說這件事不合乎聖經 我不要這樣想 我就馬上就處理了 就是我不是 我不是好像沒有了罪的意念 就是沒有人 沒有人是完全沒有罪的意念的 嗯 我明白了 就是我們要處理 我們處理好這些罪 就是聖經講嘛 你們要追求主眾人和睦 也要追求聖傑 非聖傑沒引人見主 那我們要追求聖傑 才能見到主 就是跟你這樣處理生命 是不是對 是啊 沒錯 就是越高度處理生命 你就越增幅 那我也希望大家處理生命 然後你可以寫見證 又可以錄見證 又放在網上去鼓勵人 首先你自己處理先 OK 好 我們祈禱結束 聖傑多謝讚美你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來 聖傑多謝讚美你 因為你有忠誠的恩典 你是很愛我們的 你會祝福凡是愛你的人 那個恩典是我們想都想不到 是永遠跟隨著我們 我們為耶穌所做的一切 我們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任何小事都永遠傳流 永遠成為我們的賞賬 我們多謝你 我們可以輕鬆做 因為你的惡勢用 你暫時輕省 我們可以開開心心去侍復你 而當我們真是有悔果 有信靠耶穌做救主 並且有遵從跟從你的 跟從你的 有榮耀你的 去侍復你的 神你必定喜悅 我們必定是得救的人 求主幫助我們不要受一些 教導的影響 以為呢 要去到幾圓你才是得救的 而是我們真心和人的關係 我們一定是得救的 當然我們想追求全力 但是我們可以輕鬆的追求 任何一步我們親近主 遵從主的神祝歡喜 我們就心裡面輕輕輕輕輕 開開心心 求主的靈充滿我們 釋放我們的靈 將我們所有重量拿走 所有煩惱拿走 所有不開心拿走 所有壓力拿走 我們不需要活在壓力之下 我們可以活在平安輕散之中的 多謝天父 耶穌真好耶穌真好 有耶穌萬事足 有耶穌我們再開開心心 哈利路呀 求主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一路去最高的層次 進入神完美的計劃 我們就選擇不給人影響 因為人總是有罪 罪人是不能夠停止傷害人的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介意 因為他只是懂得傷害人 雖然他可能都有好的地方 但是他們被罪捆說 就會傷害人 我們就不需要介意 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們可以開心做人 為了我們所有的進步 感謝神 歡喜神 神就喜悅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呀 多謝耶穌 來到奉子耶穌的生命 阿門 哈利路呀 多謝祝福大家 有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